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明哲总督 马新怡进见 传明哲总督 马新怡进见 传明哲总督马新怡 被召进紫禁城养心殿 其子马玉珍 一直静候在殿外 当马玉珍看到父亲走出宫门时 不由地大吃一惊 刚刚进见完慈禧太后的马新怡 失魂落魄 步履蹒跚 与进攻前的意气风发 完全判若两人 按照常理 面胜之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就意味着这名官吏 因半事不利 受到了延斥 即将面临丢官的厄运 然而奇怪的是 慈禧太后最亲信的太监安德海 亲自送马新怡出门 一直到宫门口 还指手相逐 依依不守 按照经验 这通常是官员即将升官禁绝的前兆 如此前后矛盾的情况 居然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让马新怡在见见慈禧之后 如此失态 两个月后 七月二十日 一道尚域从紫禁城中发出 最快的速度持送南京 曾国藩调任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由马新怡调捕 这道意在改变大清威局的圣旨 最终所改变的 却只有马新怡一个人的秘密 两年后七月底天 江宁府的教场上 总督乐社进行完毕 每个月的二十五日 都是两江总督马新怡 亲临教场乐社的日子 这已经成为南京的惯例 因昨日下雨而推迟了一天的乐社 顺利结束 马新怡先行由剑道步行回府 突然有人高呼大帅申冤 拦住了马新怡的去路 马新怡当即停了下来 准备盘问究竟 就在此时 意外猝不及防发生了 直到马新怡扑倒在地 护卫才从惊慌中缓过神来 上前夺过刺客手中的短刀 将刺客撵住 被人逐温过神远 乌兰 被人逐渐 不受害怕 还没有 遇到奋 准备 准备 小刀 刺客当场被擒 照理来说 将马新仪遇刺案 查个水落石出 并非难事 然而 朝廷一再督促 诉查此案 慈禧甚至 钦点曹运总督张之万 赴江宁会审 五个月过去了 除了一份令人 一斗重生的奏折 案件本身 依然是迷雾重重 慈禧再也坐不住了 两江总督死得不明不白 有伤国体 更何况 马新仪是他亲自选定派去两江的心腹 倘若不严加追查 官员们必然心存顾忌 不敢放手办事 深思熟虑之后 慈禧决定派刑部尚书 郑敦锦 作为钦差大臣 赴江宁再次审领赐马安 这一年的春节前夕 南京浦降雨雪 家家户户正在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然而江宁城里的大小官员 此时却陷入茫然和不安之中 受慈禧太后亲典 前往江宁赴审刺马案的钦差大臣 郑敦锦到了 抵达当日 不顾旅途疲劳 郑敦锦火速召集南京的官员 和他一起询问案情的 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个人 便是在马新仪被刺杀后 接替两江总督之位的曾无范 南京的私道府县各级官员悉数到场 先后参与审讯刺客的官员们 依次向郑敦锦禀告案情 所言之事几乎如出一辙 刺客名为张问祥 河南河南河洋人 其职任行刺不惠 而训其行刺原由 则一味闪烁 语言颠倒 反复屡辩 审讯毫无结果 询问审案官员无果 郑敦锦将目光投向了曹运总督张之万 他是在郑敦锦之前 慈禧太后钦点派往江宁审案的第一位钦差大臣 由于这个马兴案的日久未决 因此清政府清廷包括慈禧在内 就更觉得这里头有毛逆 因此就派出张之万 任命他为这个钦差大臣 而且他和当地的官员又没什么瓜葛 就认为把他这个金官派过去 肯定能审查出真凶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之万才作为钦差大臣 来到了当地审理刺案 被寄予厚望的张之万 着实让慈禧大失所望 赴江宁审理刺马案数月 迟迟没有结果 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慈禧 终于震怒了 连下三道御址 严加训斥张之万 为了平息众怒 张之万终于递交了一份结案报告 其中详细说明了刺客张文祥 与马新怡之间的恩怨 据这份结案报告称 张文祥招供 他之所以要杀马新怡 动机有三点 一是张文祥回到宁波后 发现有人霸占了自己的妻子和钱财 人才两空的张文祥 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怡 请他断个公证 但马新怡拒绝受彼此案 气急之下 张文祥逼妻子吞烟自尽 刺杀动机第二点是 张文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 被马新怡捕杀 此外 马新怡明令禁止张文祥 私自经营典荡行 断了张文祥的生路 张文祥人才两空 加上薪仇旧恨 于是迁怒于马新怡 决意报复 这份报告最关键的一点 是反复的强调张文祥刺马 完全是个个人行为 在报告中 张文祥的妻子罗氏 被俘潜逃 这个确实是真有其事 但是报告里有两点明显的矛盾 什么呢 第一个 按照报告所说 张文祥通海盗 他本来跟海盗是一伙 他怎么敢去找马新怡告状 他不怕被识破吗 第二点是 张文祥的妻子被人家霸占了 财产被人家夺走了 那么他就直接去杀 这个夺妻的仇人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思 去杀那个不理案子的马新怡呢 这个于情于理都讲不通 报告中最大的破绽还有一处 那就是作为奏折的法律文书 竟然在结尾用了模棱两可的 上述可信四个字 用上述可信来形容刺客的供词 不能不让人疑斗从生 于是郑敦锦询问张之万 审案结果如何 不料张之万推脱 自己的审案结果与曾国藩相同 曾国藩的回答同样 必重就轻 只言及敖审张范二十多日 对案情只字不提 见曾国藩如此回避 郑敦锦不愿就此放过 继续追问 到底是什么 最终 曾国藩只能坦言 张问祥一味回避 无法知道他行刺的真实动机 面对众官员互相推脱 不正是孙一言再也按捺不住 孙一言一番话语 孙一言一番话语 置地有声 背后主谋四个字一出 全部人都找到了 都求你了 我做了 就算得到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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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路 我做了 我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南京后 郑敦锦反复研读过卷宗 卷宗上所描述的张问祥 无疑是个狡诈的亡命之徒 说话颠三倒四 然而此刻亲眼见到张问祥本人 发现他与预想的大不相同 张问祥的身上 并没有穷凶极恶之徒的匪气 更不像卷宗中所描述的语无伦次 他相当冷静 绝不轻易开口 尤其诡异的是 曾国藩和郑敦锦同为主审官 却始终只有郑敦锦一人在发问 作为主审之一的曾国藩 丝毫不予回应 仿佛置身事外 那么参与会审的孙一言和袁宝庆 都是马心仪一手提拔的亲信 所以他们两个对郑敦锦 一直没有进展 非常着急 于是提出要对张文祥用刑 但是郑敦锦拒绝了 为什么呢 张文祥一死 那就死无对证 是吧 所以你要是用刑 就难免会有人在里头 从中做手脚 把张文祥给弄死 那么如果是张文祥 刑伤过重 与死欲重 那么这是谁的责任 就是他郑敦锦的责任 审讯陷入了僵持 郑敦锦突然头痛病发 也许是报定必死的决心 张文祥除了对刺杀 供认不讳 其余问题都是闪与不答 问及最关键的刺杀动机 张文祥坚称是自己气愤之下 一人所为 审讯将持不下 毫无惊战 刺杀真的是一人所为 还是欲盖弥彰 郑敦锦一时之间 难以分辨 四日清晨 郑敦锦和马心仪的 护卫方秉仁 来到了刺杀发生的现场 案发当时 方秉仁目睹了张文祥 刺杀马心仪的整个过程 按照方秉仁的陈述 刺杀发生当天 马心仪跃射完毕 由剑道步行回府 这在郑敦锦看来有些反常 两江总督是朝廷一品大员 出行自有一套规格一仗 马心仪为何既不起马 也不作教 方秉仁解释说 江宁府后院有一条剑道 直通轿场距离不远 马心仪觉得清静方便 所以历来都是徒步往返 我设计射完毕 郑敦锦继续询问 当天马心仪护卫人数之后 更是疑斗丛生 尽管当天的护卫不多 但是在马心仪的前后 至少有四名贴身护卫护送他回府 步行在剑道上的马心仪 在前后护卫严密的保护下 又是如何预刺的呢 手伏了 手伏了 用手伏了 跑快点 跑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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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秉仁突然提到了一个细节 那天马新一被扎中时 大喊了一声 找着了 然而当郑敦锦想仔细盘问之时 方秉仁却有些犹豫 直言自己没听清 也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从上前刺杀 到脚刀 拔刀 动作娴熟快捷 没有任何 刺客显然是训练有素的直言杀手 面对这样一个舍命行刺的杀手 马新一为何会在被扎后 喊出找着了这三个字 他所说的找着了 指的又是找到了什么 方秉仁说道 当时他离马新一最近 见到有刺客行凶 就赶紧冲上前去 张问祥一击得手 精准地刺中要害 如此训练有素的直言杀手 为什么在行凶之后 既不抗拒 也不逃走 而是束手就擒 更令人费解的是 刺客被抓住之后 口中不停大喊道 刺客就是我张问祥 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一般的刺杀了以后 凶手会迅速地离开现场 是吧 他总是有一个求生欲望 但是张文祥不是这样 就是张文祥并没有走 他就大喊了 他说我是张文祥 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好汉做事呢 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讲了这么几句话 所以这个话呢 后来往往被 很多人呢 就是理解这里头 这个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为什么呢 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谁养他的千日呢 对吧 这肯定是有 被有人派过来的 有这个意思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呢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别的谁 让我来干的 指使我干的这些人 你们不要问了 所有的事情 我一个人担着 他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意思呢 他后来就引起了种种的猜测 就是认为呀 这个刺马案后头 必定是有人阻止的 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张问祥在刺杀现场 为何会有如此嚣张言语 如果张问祥的这句话 是对自我的比喻 那么 大丈夫一人做事 一人当 此话背后 又是否别有用意 张问祥刺杀马新仪的过程 清晰地在郑敦锦的脑中 演绎了一遍又一遍 郑敦锦越发地相信 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 绝非是一场简单的复仇 张问祥行此事 在马新仪护卫面前 一击而中 说明这次楼沙的布局相当缜密 张问祥得手之后 并未逃走 而是曝出姓名 一副大义凛然侠视之举 显然别有用心 张问祥和马新仪之间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会让他如此舍命行刺 如此精心测读 无杀背后 是否如孙一言所言 另有主谋 刺马案九审不能结案 刺客供词闪烁 主省官员含糊其词 一时流言纷纷 南京城内 关于张问祥刺马的唱段 随处可闻 茶楼九四里传唱的 正是民间关于张问祥刺杀 马新仪真相的传言 大义比云 高兴 不阳的 我爱你 尴尬你 你才卖人情 还好 trusting 你才卖人情 不生啊 好啊 不生啊 祝你 叽口 叫 算不生啊 走出今夜 闯颓 绝你 走 确实有这个传闻 说是咸丰年间 张文祥和他的朋友曹二虎 石锦彪加入了碾军 有一次战斗过程中 马心仪兵败了 就被张文祥和曹二虎等人抓住了 张文祥和曹二虎 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想投降清军 就主动跟马心仪结为兄弟 随着就反正了 后来他们被编为两营 马心仪他的号是古山 所以就称为山字营 张文祥就做了营馆 那么山字营跟着马心仪到处作战 立了很多功 马心仪也不断升迁 一路扶摇直上 那么据说曹二虎的老婆很漂亮 马心仪就起了色心了 张文祥把这事就告诉了曹二虎 那么就在这俩人商量怎么办的时候 马心仪就抢先下手 把这个曹二虎给杀了 张文祥就跑了 跑了之后呢 发誓要给这个曹二虎报仇 马心仪被异地所杀的说法 在江宁的街头巷尾广泛流传 传闻中 马心仪被刺使大喊了一声 找着了 被当作他与刺客相识的证据 刺马案九审不能结案 民间流言纷纷 甚至有人推波助澜 声称自己听到可靠消息 刺客被抓住后 马心仪叫手下人不要为难他 马心仪还叫手下人不要为难他 马心仪死后不久 他的小妾在江宁府后院上吊自杀 有人更是趁机附和传言 言之早早 死掉的小妾 正是马心仪在安徽时的结拜兄弟 曹二虎的妻子 马心仪死后呢 他的一个小妾姓郑 在这个江宁府的后院上吊自杀了 后来呢 人们就说这个小妾是曹二虎之妻 这个呢就成了他所谓余色富有的一个证据了 那么根据传闻说 马心仪被刺之后啊 还曾经大喊一声 说什么呢 说找着了 那么好事者呢 解释说 这是冤家路战 终于被找着了的意思 所以认定说 马心仪和这个张文祥呢 是老相识 这个呢就给这个余色富有之说 又增加了一个证据 显得呢 好像就更可信了 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四大悬案 宰相上朝头颅离奇失踪 深宫选业上演俯生竹影 一代名将遭遇凌迟酷刑 两江总督当街遇刺身亡 触摸历史细节 层层剥茧抽丝 历史深处暗藏玄机 就在马心仪余色富有的传闻 愈演愈烈之时 马心仪之子马玉珍 求见郑敦锦 父亲惨死在刺客刀下 死后还要蒙受如此冤屈 马玉珍愤恨难平 一见面 他就将矛头指指那些 别有用心散布假消息的人 坚称传闻漏洞百出 谣言说 他父亲跟张问祥 曹二虎在安徽结拜为兄弟 其实早在同志四年 马心仪已经升任浙江巡抚 人根本不在安徽 马玉珍的反驳十分在理 但郑敦锦心中尚有疑虑 虽觉不妥 他还是向马玉珍提到了 传闻中的曹二虎之期 一谈到这个问题 马玉珍更加义愤添膺 他说 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父亲只有两房侍妾 均已年过四旬 服侍父亲已有二十多年 根本没有什么年轻貌美的 曹二虎之期 郑敦锦继续追问 如果马心仪与刺客张问祥不相识 为何在被刺中时 大呼了一声找着了 马玉珍答道 父亲是山东人 自然有山东口音 他所说的并非是找着了 而是扎着了 此时郑敦锦恍然大悟 马心仪余色富有之说 漏洞白出 根本不足为信 回想马心仪的亲信孙一言 始终坚称赤马鱼案背负 必有主谋 那么马心仪的儿子 对此事又有何看法呢 孙一言坚持另有主谋 你对这件事 不料郑敦锦此话一出 马玉珍顿时脸色大变 马玉珍如此反常的举止 让郑敦锦更加确信 他一定还有难言之影 没有说出 果然 面对郑敦锦的追问 马玉珍终于鼓起勇气 到此 原来 马心仪在临终之际 一再交代家人 千万不可赴金告状 一定要忍气吞声 方能自保 为何马心仪在弥留之际 一再叮嘱家人 放弃追查凶手 忍气吞声 甚至在遗书中 他仅仅只是对 不能再为朝廷笑利 深感遗憾 对恳求朝廷追查凶手 于是只字未提 按道理来讲 一般受到这么重的刺激 被刺死了 对这个凶手 应该是恨之入骨 是吧 那么对这个凶手 应该是采取什么措施 他会 是不是会有所交代 马心仪他并没有谈到这些问题 这里边 也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 他为什么不要求朝廷来 承办凶手 马心仪生性好强 突遇暴徒刺杀 必然深感委屈不服 然而 他却一再叮嘱家人 放弃追查凶手 很有可能是 他对凶手 已是心知肚明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能让马心仪如此惧怕 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幕后主谋 是一个在马心仪看来 强大到不可能打倒的对手 正敦进的心头略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这是他早有隐约感觉 却始终没有勇气说出的秘密 四年前 湘军攻陷了南京 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 宣告失败 湘军的创建者 两江总督曾国藩 一跃成为挽救大清王朝的英雄人物 曾国藩始终对朝廷表达忠贞不二的态度 但执掌大权的慈禧太后 却不能就此对他放心 湘军的异军突起 这对于清王朝来说 担忧十分巨大 因为这个时候的太平天国已经不复存在 而号称三十万的湘军驻扎在长江及长江以南地区 这是当时清王朝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天津城被攻克以后 朝廷处处防范湘军 处处地去牵制湘军 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 深知湘军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曾国藩断然将自己一手创办的湘军 强行撤散 然而 由曾国藩来坐镇江南 慈禧始终坐卧南安 在经过了四年的等待之后 慈禧终于出手了 1868年7月27日 一道律址突然下降 曾国藩调任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由马兴怡接替 表面上看起来曾国藩是升了官 但是实际上 这里大有文章 为什么呢 因为两江是曾国藩的老根据地 湘军的名号虽然不在了 但是湘军的气势还在 实力还在 那么不但军事力量雄厚 而且呢 两江地区啊 是一个富甲全国的地区 经济实力非常好 所以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呢 可以说如鱼得水 那么直立呢 靠近北京 离朝廷非常近 表面上看起来 直立总督地位很高 实际上做不了太多事情 你再有能耐的大臣到这儿 那也是龙游浅滩 没法施展 这一道民生暗将的御令 当两江地区骚动起来 自太平天国被平定后 江宁便有了一个新的称号 湘半城 意味城中有一半人 属于原湘军系统 将湘军创办者曾国藩调离两江 同时任命与湘军毫无渊源的 马新仪接替 朝廷上下对此非议颇多 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 甚至以一句 马新仪威望过清 长江从此多顾 来形容这位新任两江总督的 危险处境 正如李鸿章所预料 来到两江后 马新仪所面临的局势比他想象的更为严峻 几万湘军虽然解散 曾国藩的势力却依旧弥漫大江南北 以湘军嫡系精锐组成的长江水师 更是仗着控制水上交通的便利 明目张胆的掳掠行商 生性好强的马新仪 决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对付湘军 一方面他抑制了湘军 他裁测湘军来整顿湘军 另一方面他在暗中 比如说给海军域很大的支持 经济上的支持 所以他通过 拨给军饷的这种办法 支持李鸿章 支持怀军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抑制了 压制了湘军 这就是触及到利益集团的问题了 那湘军对他 那就是说杀他的人 杀他之心的人是大有人在 据传闻 马新仪到任后不久 曾接到一封公函 他打开一看 发现上面别无一字 只画了一匹死马 以死马影射 马新仪之死 很多人猜测 敢如此公然威胁 两江总督的人 很可能来自湘军 因为触犯湘军利益 引来杀鸡 似乎也极有可能 也许马新仪心中 已然明了 刺杀自己的幕后元凶 正是湘军 面对这个树打根深 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 马新仪才会如此心灰意冷 在遗书中绝口不提 追查凶手一事 甚至要家人忍气吞声 以求自保 如果这个假设成 湘军是赐马的幕后元凶 马新仪毕竟是 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力 刺杀他所冒的风险 绝非一般 由此引发的朝野震荡 更是可想而知 已被裁撤解散的湘军中 要有什么人 能有如此缜密的心思 和惊人的胆量 来执行四马计划 这一天 江陵府的轿场上 总督月社进行完毕 两江总督马新仪 先行由剑道步行回府 突然有人高呼大帅申冤 拦住了马新仪的去路 马新仪当即停了下来 准备盘问究竟 就在此时 意外猝不及防发生了 事情发生太过突然 马新仪的护卫们 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马新仪孤倒在地 护卫才从惊慌中 缓过时来 上前夺过刺客手中的短刀 将刺客撵中 第10机构的导致 后备以安排技术的护卫 9-11资横 蒸山 两江总督 威震一方的封江大吏 竟然与光天化日 众目睽睽之下 遇刺身亡 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 一时间举国侧目 朝野震荡 江臣人人自危 刺客到底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能进入戒备森严的剑道 又如何能一击而中 一连串疑问困惑的所有人 然而这一切始终没有答案 重处压力之下 慈禧太后下令刑部上书郑敦锦 前往江宁赴审赐马案 审讯将持不下 郑敦锦决定重新探访刺客张问祥家 以获得新的线索 林党这个意外的发现 让郑敦锦越发相信 张问祥为个人恩怨刺杀马信仪的说法 根本不足为信 这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张问祥在刺杀现场的嚣张言语 是何用意 孙一言所说的背后主谋究竟是谁 这个对手又是何等可怕 能让生性好强的马信仪 在临终前一再叮嘱家人 放弃追查凶手 忍气吞声 以求自保 郑敦锦的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这是他早有隐约感觉 却始终没有勇气 说出的秘密 两年前 马信仪接替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 朝野震惊 制衡湘军 削减军饷 马信仪与湘军结怨极深 由此引来杀机极有可能 然而 马信仪毕竟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 刺杀他所冒的风险绝非一般 已被裁撤解散的湘军中 又有什么人能有如此 以缜密的心思和惊人的胆量 来执行刺马计划 面对悬而未决的刺马一案 朝中众臣公然上奏 直接指出 总督马信仪被刺 与江苏巡抚丁日昌 两个人之间是有些矛盾 这个矛盾呢 主要就是丁日昌的儿子 还有他的侄子 犯了事以后 丁日昌 把他藏在自己 摸在自己的家里 实际上是不让地方当局去法办 去抓获他去法办的 对这个问题来讲 马信仪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 就是该法办要法办 你必须要投案自首 丁日昌之子始终不肯归案 马信仪便上奏朝廷请求严惩 就在等待朝廷回复之时 马信仪遇刺 最令人起疑的是 赤马案发生前夕 本应参加月社的丁日昌 在接到一封密令之后 离开苏州赶赴天津 赤马案发生的前一天 接到密令的丁日昌 如期抵达天津 与曾国藩密谈两久 正是这一天 江宁大雨 马信仪越射未能成形 第二天 身在江陵的马信仪 被张问祥刺杀 而在天津 曾国藩正赶去回访丁日昌 两人秘密交谈了近一天 马信仪遇刺期间 丁日昌恰好与曾国藩 在天津密谈 很多人将怀疑的目光 投向曾国藩 甚至还有人提出 马信仪遇刺的这一天 刚好是两年前 曾国藩接到调任圣旨的前一天 如此巧合 会不会是有人刻意选择了 行刺的日子 流言飞语满天飞 但郑敦锦却丝毫不受传闻影响 他十分笃定 曾国藩是赤马案主谋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因为赤马案发生之际 曾国藩正深陷于天津教案的困局之中 天津教案是怎么起因呢 就据说天津先后有好几百个小孩失踪了 这些小孩呢 据说是被这个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给拐跑了 他要把这些小孩的眼睛心肝挖出来 做原料 要配药 当然这个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 从这个幼童失踪 人贩子这个幼拐 到最后这个挖眼睛抛心 这都是谣言 但是这个谣言呢 传得非常广 传得非常真 最后呢 就引发了传教士和老百姓的冲突 包括 法国公使封大叶在内的20余人 全部毕命于这场 这场变乱当中 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 对于这件事情都高度重视 在今天的渤海和天津沿线 已经驻扎了重兵 去威胁清政府 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必定再一次 要从大骨口一线登陆的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 直立总督曾国藩正遭受的病痛之苦 他的日记记载了自己严重的病情 右眼失明 肝病日重 眩晕病症折磨着他 5月21日 曾国藩起驾一跃 开始卧床调养 六月二十三日 朝廷在遇址里以婉转口气 提出让曾国藩出面 处理天津教案 和朝廷遇址同日抵达的 还有曾国藩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 这个巧合让曾国藩悲从中来 他予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然而除了接手教案之外 他别无选择 在曾国藩写给家人的遗书里 除了表述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他还以凄凉的心境 细细交代自己的后事 赴天津查办教案后不久 曾国藩向朝廷递交一份 天津教案调查报告 慈禧太后一边表态 不知如何处置此事 一边刻意删去了 曾国藩为天津深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清廷高层要删减曾国藩奏折 他的用意呢 是需要有一个替罪羊 只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 卖国贼的这个程度 朝廷的讲和 才有可能在这个汹涌的民意中间 找到操作空间 因为这样的一个教案要杀中国人偿命 而且还要向外国人赔款 当时的中国人觉得曾国藩太没有骨气 所以人们一味地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 将这个时期预计已久的这样的情绪 发泄到曾国藩身上 包括曾国藩的这些同乡 就认为以这个曾国藩为耻了 所以曾国藩给他们写的这些对联呢 或者写的这些牌匾呢 就在他们家乡就被人家纷纷地给他砸掉了 另外呢就是湖南人呢就更偏激 就是说削去这个曾国藩这个湖南籍的这个身份 你都不是我们这人了 我们这人干不出这种事来 所以这一时闹得非常厉害 马兴一被刺杀时 曾国藩正陷于众口唾骂的困局中 汹汹民心 滔滔舆论 所有的矛头都对准曾国藩 如此焦头烂额之时 曾国藩根本不可能还有心思 谋法一场需要精心布局的刺杀 更何况 此时年逾六十的曾国藩 饱受病痛之苦 连遗嘱后事都一再交代 又怎么会处心欺利 派人刺杀马兴一 不仅如此 郑敦锦在朝廷的亲信传来密报 丁日昌赶赴天津 是奉了朝廷的秘旨 当时曾国藩处理教案不力 于是朝廷选中了有洋务能源之称的 江苏巡抚丁日昌 前往天津协同办案 他们密谈两日 正是共商天津教案如何解决 根本不存在流言所说 两人密谋不可告人之事 马兴怡虽然是曾国藩两江总督的继任者 但是在以往的交往当中 马兴怡既非是曾国藩的对手 也非是曾国藩的政敌 在这一点上 曾国藩发泄私人的感情 如果说没有什么极其特殊的诱因的话 让他作为一个主使 他是做不到的 就在正敦锦苦于案情没有进展之时 江宁营务处总管袁宝庆求见 令正敦锦颇感意外的是 袁宝庆一见面 并没有问及刺马一案 而是提到了天津教案 六个月前 天津民众迎击法国教会机构 造成数十人被杀的血案震惊中外 法 英 美 俄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 以武力向清政府施压 双方剑拔弩张 冲突一触即翻 很快朝中大臣上奏 除了督促曾国藩 尽快处理教案之外 还应调兵 载京机和海口不防 以防万一 而保证上海和江苏不防的首要之事 便是整顿长江水师 这份奏折预备 颇为符合此省心意 他早就想将长江水师指挥权 从乡军手中夺回 却苦于找不到机会 此时借机整顿长江水师 既能夺回指挥权 又能增加上海和江苏的不防 这个提议一箭双雕 于是慈禧急命马新仪 以不防的名义整顿长江水师 长江水师指挥权被夺 提督黄一生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袁宝庆的提醒 让郑敦锦心头意紧 黄一生这个人呢 当时呢 整个长江控制他手里 他是军门嘛 就是这个七省这个水师提督嘛 这个长江上的利益是非常大的 过往的传人之的税收 包括走私 都要经过他的这个手当 马新仪主要他要整顿长江水师 那就是说 直接要整顿到黄一生头上 马新仪这样干 等于直接从这个黄一生手上 夺他的利益了 这样呢 黄一生肯定是不干的 天津教案引发的长江水师 重新布防 很可能是 刺马案的导火索 对于郑敦锦的分析 袁宝庆深表赞同 甚至直指刺客 肯定与黄一生有关 正敦锦一时陷入了沉思 袁宝庆所言不无道理 马新仪与黄一生多有冲突 如今马新仪以不防民意夺取指挥权 黄一生当然不肯心意交出 两人矛盾必然激化 六月二十八日 慈禧太后再发上誉 命马新仪迅速调动长江水师 就在马新仪费尽心思 考虑如何从黄一生手中夺过长江水师的指挥权 但是坦于此 这绝对不是巧合 必然是激烈的矛盾 才会有如此极端 与死网破的行动 长江水师由曾国藩一手创办 上下尽是他的心腹 堪称他的立身之本 原宝庆没有明说 但郑敦景也十分清楚 怀疑黄一生者绝非原宝庆一人 只不过联想到黄一生与曾国藩的关系 没有人敢把这话说出口 如果就是马新仪被杀 与黄一生有关 黄一生是曾国藩的大将 又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 那这个事情肯定跟曾国藩脱不了干系 所以这个引起的连锁反应应该是很大的 后果应该是很严重 朝廷也会有所顾忌 袁宝庆告辞后 郑敦景心声不安 刺马一案 曾国藩也许不是主谋 但如果此事真的是黄一生策划 即使曾国藩并不知情 也不可能不受牵连 倘若黄一生真的是为了阻止马新仪夺走长江水师指挥权 而对他下毒手 那么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一场谋杀 而是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 倘若这个假设成立 那么自己所要遭遇的对手就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无法撼动的政治集团 郑敦景心烦意乱之时 江宁将军奎豫登门求见 原以为奎豫和众多登门拜访者一样 是来游说劝解的 不料奎豫向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马新一遇刺后 奎豫第一时间紧急上奏朝廷 奏折送到北京后的第二天 朝廷连发了四道遇址 其中有三道是公开发布 而另一道则是发给安徽巡抚英汉的秘纸 奎豫透露的引擎 让郑敦景始料未及 身为刑部尚书 他对这道秘纸竟然是一无所知 紧接着 奎豫道出的秘纸内容 更令郑敦景惊恶失色 秘纸中要求安徽巡抚英汉 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 英汉是满人 不属于乡军一系 可以说是朝廷在两江 唯一能够信任的实权人物 很显然 秘密交代英汉加强防务 就是为了预防两江兵变 马新一遇刺 朝廷马上想到预防两江兵变 显然 从一开始 乡军就被列为怀疑的头号目标 既然如此 朝廷为何还要下旨 让曾国藩 回任两江总督 如果乡军真是凶手的话 谁能控制这个局面 如果你把他逼急了 长江生变怎么办 两江要跟你造反怎么办 只能派曾国藩去安抚这些人 毕竟马新一已经死了 如果马新一的死带来了两江的生变 造成了国家的动荡 那这个比起来 谁的 除了孰清谁孰众呢 对吧 这个问题 朝廷应该是有非常深远的一个考虑的 对于朝廷而言 当务之急是稳定两江地区 而并非是捉拿刺马案元凶 这些天 自己一心查案 竟然未能细细考虑 这其中大有玄机 连想到初来江宁之事 茶楼九四中流传马新一 余色富有 杀地夺妻的传闻 这种问题更是不寒而栗 张问祥被擒后 立即有刺马案细文上演 在余色富有传闻中 张问祥被塑造成忠肝义胆 未有复仇的侠士形象 而马新一则是一个建立忘义的卑鄙小人 为了混淆视频颠倒黑白 编排丑化马新一的京剧 凶手不仅要杀死马新一 还要在他死后 以强大的舆论抹黑他 让他永远无法翻身 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对手 回想马玉珍几日前的惶恐迟疑 郑敦锦决定连夜赶往马府 也许马玉珍还有隐情未说 一见面 郑敦锦便直言不讳地指出 若明知仇人尽在咫尺 却不敢言明 不但枉为人子 将来马家也必然处处受制于人 郑敦锦的坦诚 终于让马玉珍卸下心防 他向郑敦锦吐露了一个 隐藏已久的秘密 两年前 我曾经和父亲一同到京师 觐见太后 两年前 马玉珍曾经和父亲马新一 一同到京师觐见慈禧 等到马新一从殿内出来的时候 马玉珍惊讶地发现 不知何故 父亲步履蹒跚 失魂落魄 如果不是父亲即将升官禁绝 当红太监安德海 后来又岂会殷勤相从 但如果是父亲即将被提拔 他又为何会如此失态 马玉珍当时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 马玉珍才终于得知 原来父亲赴任两江总督 除了检除乡军势力 还附有追查天国圣库的秘密使命 天国圣库 马玉珍此言一出 郑敦勤终于明白 马新一为何会在觐见太后之后 失魂落魄 天国圣库 这是一个足以撼动大清王朝的惊天秘密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初期的一种政治制度 这种政治制度 这种制度就是把所有参加太平军的财产集中起来使用 也就是把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的一种方式 如此众多的太平军的士兵和将领 把自己的私有财产集中在这个圣库当中 我们可以想见这里边应该集聚着一定的财富 伴随着太平天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天国圣库不断膨胀 据说财富最多时累计达到一千八百万两白银 而当时清廷国库仅有二十万两白银 这笔传言中百倍于清廷国库的巨款 不知令天下多少人觊觎 连慈禧太后都垂涎不已 然而天津城被攻破之后 乡军主帅曾国藩对朝廷奏报时称 天王府被大火焚毁 除了两方唯玉玺和一方金印 根本没有传闻中所说的天国圣库 大家都不会相信 这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太平天国它的金库里面 确确实实有很多的钱 这个是不容讳言的 实际上这些钱 你比如在天天被包围之后 也不可能缩散出去 那么这些钱到底是哪去了呢 当然朝廷对这个问题 他也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四大悬案 宰相上朝头颅离奇失踪 深宫选业上演俯生竹影 一代名将遭遇凌迟酷刑 两江总督当街遇刺身亡 触摸历史细节层层剥茧抽丝 历史深处暗藏玄机 面对种种疑点 慈禧下令追查天国圣库 曾国藩则全力为乡军掩饰辩解 他深知 乡军如同太平天国的宝藏一样 是清廷的心腹大患 于是断然决心将自己一手创办的乡军 强行撤散 如此一来 军臣关系趋于和缓 朝廷也不再追查圣库之事 由于曾国藩高明而适时的避让 天国圣库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成为一桩无头悬案 但是如此巨大的财富遗失民间 亦或落入某些人手中 紫禁城中的最高当权者 每每思虑起来 必然会觉得寝食难安 马欣仪复任两江总督 还负有追查天国圣库的秘密使命 马玉珍吐露的一切 让郑敦尽大惊失色 紧接着 马玉珍提到了另外一件 匪夷所思的事情 禁见慈禧两日后 父亲上车请训 休假回山东何泽老家探亲 回到老家 父亲带着家人扫墓祭祖 在跪拜祖先之时 他竟然留下了遗嘱 他说 此去江宁 吉凶难料 万一有什么不测 千万不要道经告状 一定要忍气吞声 方能自保 一跃成为两江总督 是何等春风得意 然而当时马信仪想到的却是生死离别 扫墓祭祖 留下遗嘱 马信仪也许早已预料到 自己截然一身赴江宁 既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还须完成朝廷前置乡军的使命 无以于孤身入龙潭虎穴 然而即使马信仪深知前途凶险 两江之行极有可能有去无回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 赴任两江族 既然已经知道结局 为何还要来江宁 郑敦剑实在难以理解 也许那时马信仪不想认输 但到了最后 却又不得不服输 却不得不服输 一步步接近赤马案的真相 郑敦景却莫名生出一种 孤身闯入腐穴之感 悚然而惊 也许是乡军将领黄一生 为保住长江水师指挥权 铤而走险 对马信仪痛下毒手 亦或是因为马信仪身负追查 天国圣户的秘密使命 引来杀鸡 但无论是任何一种可能 这都是郑敦景不能触碰的真相 乡军虽然名号不在 但势力根深蒂固 中央朝廷都难以撼动 即使明确刺马一案与乡军有关 朝廷未必有决心撕破脸面 令乡军彻底决裂 毕竟对于朝廷来说 马信仪一人的性命 与大清江山相比 微不足道 乡军难以撼动 天国圣户更是不能触碰 若是深究 一旦查明赤马案与天国圣户有关 势必就会暴露 马信仪背负太后秘密使命仪式 慈禧与曾国藩的明争暗斗 一旦攻诸天下 必然会引起朝野震惊 万一激起乡军兵变 后果更是不堪设下 已经死了一个大员 你再查下去 真正如果查到他的去处的话 很可能 就是使乡军产生一种畸变 如果你真正涉及到 他本身的利益以后 他可能就造反 再加上马信仪已经死了 如果这个事情暴露出来以后 乡军的这些将帅们 肯定认为朝廷不相信自己 肯定是对朝廷会心怀二心的 这样对证据的稳定是相当不利的 很多人也认为朝廷会心态 Unfortunate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肯定是否如翻译 也认为了 正反应 5度 更便 这么多 好的 幸好 重 天国圣库 只经下路不离 此乃朝廷 行赴大欢 追查天国圣库之事 关系重大 切勿走漏风声 湘君 还有湘君 一定铲除 既然已经知道结局 为何还要来降临 那么郑敦锦的处境 跟马新仪一样挺像 马新仪负着秘密使命 到两江当总督 兢兢业业 克尽职守 堂堂朝廷一品大员 最后被人家当街赐死 那么郑敦锦 他不正式重蹈马新仪的负责吗 他受太后的钦点到江宁来审这个案子 几经周折费尽心思 一心要把这个元凶捉拿归案 但是他从未想过 他何尝又不是危机四伏呢 公元1871年 正月刚过 远在北京的慈禧 终于等到了郑敦锦的奏折 这份结案报告 依然沿用了张之万的说法 张问祥行刺马新仪 完全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 在这份奏章上 郑敦锦依然写道 该犯供词 尚处可信 这一天 千里之外的江宁 同样下起了罕见的大雪 马新仪接任了 本不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之位 这就是他必须死的原因 自己同样别无选择 唯有促然停止 在慈禧太后的首尘下 朝廷终于发出了预指 正式肯定郑敦锦的结案报告 这份漏洞百出的奏折 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验 从始至终参加会审的孙一言 为马新仪写了一篇神道悲悲 公然指责结案太过草率 背后隐情尚未查清 悲悲秘重 舆论为之哗然 公元1871年2月15日 曾国藩奉旨兼斩 在江宁刑场 将张文祥凌迟处死 马新已被运回山东 何则老家安葬 对于他的身后事 朝廷也极尽隆重之能事 如此生荣死哀 实为晚清都府中 前所未有的待遇 在江宁发生了一切 郑敦锦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 未等圣旨下达 更没等张文祥正法 郑敦锦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江宁 他没有返回京师 而是声称自己得了重病 要回老家养病 只打发两名下人 带他回京辞官 按照清制 钦差大臣不回京赴旨 罪不可赦 但郑敦锦不听劝阻 义无反顾地踏上返乡的旅程 对于辞官原因 郑敦锦只达了八个字 外残轻易 内疚神明 对于内心 愧疚于上天神明 对于外界 愧对于大家议论 于心有愧 只能悔恨自责 那么郑敦锦最后是屈服于刑事 唯心地把这个案给结了 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是挺愧疚 不仅是对马心仪的愧疚 也是无法面对他自己 这也是他为什么后来半路辞官 即使被处罚 也不愿意再回京的主要原因 那么在政治集团的博弈当中 个人的命运前途 甚至是生命 都是微不足道 个人的情感是没有释放的空间的 屈服是当时的这些官僚 生存下来的唯一的选择 轰动一时的赤马案 以张卫祥一人之死 落下了帷幕 从此 两江总督之位 把握在乡军一戏手中 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问津 众地方 清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 已不可避免 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 由此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